滴滴上线了,大家好,我是兜兜 然后呢,最近好几天又没有更新了 原因是因为我在忙很多其他的事情 还有就是不断的采购采购采购 然后开始办年货了 本来我以为过年年底我还是可以走的 但是现在我所在的区域还是中风险区 然后等它降到低风险才有可能能走 那现在都还没有调为低风险 为了万无一失吧 我就是准备了很多的年货 然后每天都在各种接龙的那种 卖菜的那个群里面各种买买买 然后每天都像小松鼠一样出去搬各种东西拿回家 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好东西 我们就在这边 我们就在这个群里面 买这种成型的食品 都是简单 方便快捡 我继续做饭觉得太麻烦了 因为我这个房间它没有水源 我要去过道里面公厕那儿接水 做饭的时候洗样片就要跑出去 然后又跑进来 然后边走那个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流了一路 然后做完一个饭洗一个碗 因为我这里也没有洗碗的盆 所以洗一个东西必须得担拎着它出去 然后洗洗完了又跑进来 然后又拉着刀过去洗 刀洗完了又拉过来又拉着碗过去洗 做一趟饭 我又来来回来回后 感觉要跑几十次 然后路上滴滴答答 房间全是水 还要拖地 做一次发生好几个小时 一天就折腾进去 而且味道还不咋变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